大家好,我叫范许玲,我是一名高三学生,然后我来自苏州中学 我在高二的时候没有选择走专门国外留学的卓越班道路,而是选择了普高体系 所以我现在就是一名申请杰出的高三学生 然后我最终决定去伊利诺伊大学乡斌分校 中国大学大部分体现出一种严禁宽出的情况 就是有些大学要非常高的高考成绩,但是在毕业要求上却显得相对宽松 所以我在自知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刻苦学习的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需要一些频繁的考试,然后比较高的GPA毕业要求来督促我自己学习 在决定申请之前的选校过程中,其实我没有做非常多的对于院校的分析 而是只做了一个粗略的排查 因为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申请大学的数量是不限制的 所以在我看来,我就可以尽量多的申请 这样的话,对于自己种比较好的学校的概率也会相应的提升 只要文书的数量在自己的能力科技范围之内,我觉得是可以申请尽量多的大学的 冲刺区肯定是前三十的学校 然后就选了像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这样的 就是非常非常难的学校吧,可以说对于我的标话来说,相对难度偏大 像匹配区申请了,像尼诺伊向斌大学,然后威斯康西麦迪逊这样的 三十到五十名之内的,理工科非常好的学校 然后像保底区也升了像宾州州立,俄亥俄州立这样的 在选校的过程中,我想强调一下,我觉得棕牌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如果你要去学习,在一个大学学习的话 其实你那个专业的强度对于你的学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比如说,像我申请的时候,我除了在棕牌上 把各个学校划进不同的区之外,然后还在每个区中 对于他们的棕牌进行排名,就是每个区内选理工科强的学校 这样的话,就是你中同样档次的学校的情况下 会比同档次的其他学校好很多 其次讲一讲,我为什么会在专业上选择数学 首先的话,就是不可不提的嘛,就是这个申请的难度问题 其实美国的话,像工程学院和商学院 就大家都想去的这些学院的话,申请难度相比之下 比文理学院同样的学校会高出一截 所以在申请的时候,如果你想在你上的学校高一个档次的话 可能你不能去直接去申请这些热门学院 而可能可以突二秋季次,比如说你想去理工科 你就去申请文理学院下面的一个理科专业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话转专业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你可以在大二或者大三进行一个转专业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在大一都是通识课的情况下 其实对你的毕业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申请时间的规划的话,其实比较简单 申请前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刷标化的过程 就是把你的标化达到目标院校的要求嘛 就自己刷题或者出去上上课 基本上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申请中的话,你主要是要把握各个学校的文书的deadline 每次deadline前几天,文书老师也会给你提醒 你赶紧把文书赶出来,不然的话就要来不及交了 除了标化成绩,课外活动也是申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其实作为一个普高学生来讲,我的活动是相对比较匮乏的 就举两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活动吧 第一个是杜克大学来苏州举办的一个 为时三天的探检牌研讨会 第二的话就是我去苏州大学参加了一个 在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实验吧 这也是让我收获很大的 然后这两个活动的话,其实对于我在申请中的帮助 就是并不是仅靠罗列来给招生官以震惊 就是你这个活动非常厉害 而是作为文书素材体现在我的文书中 我从每个活动中感受到了什么或者是收获了什么 我的文书创作的话就基本上突出四个字,一小见大吧 然后我最想提提的是我的主文书创作 因为这篇文书的话由于字数比较长是需要一定的构思的 然后在当时由于这是我的第一篇文书 所以我对文书写作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我的初稿的话就是根据我在脑海中能够想到的 我值得写的一些事情中挑选出了一件 详细写了这件事情 然后体现了我身上的某一个特质 然后把这篇文书给我的宗教文书老师看了以后呢 他觉得这篇文书实在是太单调了 然后我问他怎么办 然后他说你先把就是你能想到的值得写的事情全部写给我 然后我就把这个清单给了他 下午呢他就给我提了一个意见 就是他想到了一个能把这些事情中挑出了三件 能够串成一个线 就是贯穿这个故事的始终吧 然后这三件事情呢 贯穿于我从小时候到好像小学时候的一件事 然后初中时候一件事 高中时候一件事 可以说是贯穿了我就是学习生活吧 然后但是这三件事情呢 又是同时能够体现出我身上的同一个特质的 然后这样的构思呢 就让我感觉非常的巧妙 然后后来修改稿出来以后就只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构思已经非常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字数超出了限制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我外交老师就能够帮助我去在语言上变得更精炼 然后也在短时间内修改到了规定字数范围内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文书老师对我最大的帮助吧 两个文书老师起了不同的作用 在我申请过程中 我对于艾特感触最深的就是 艾特的服务比较私人化并且效率很高 像我对文书写作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在进行文书构思和真的写的时候 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往往写出初稿的时候 距离截止日期已经没有很多时间了 所以这对我的文书老师其实压力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他们的修改往往修改意见 就是往往当天就能给我修改意见 或者是能够进行直接进行小的修改 所以我觉得这点的话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 不然的话我有可能有文书deadline就赶不上了 我对于将来美国大学生活的期待的话 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进行交流 并且了解他们的文化吧 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国家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居住或者学习吧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 我希望能通过他们的交流了解不同的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同时他们基本上都是英语的母语者 我觉得通过和他们的交流 能够极大的提升我的英语口语水平 所以这也就是我对于美国大学生活最大的期待了吧 大家好 我是松山 我在埃特观世留学担任美本升学指导一职 那么我在国际教育这一块 已经工作了有近十年的时间了 范同学的美本申请是我负责的 然后范同学因为他是苏高中毕业的 然后他在苏高中的GPA是保持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也说明了这个学生是非常地优秀 因为在苏高中的伟长班能保持这样一个GPA 那我觉得是非常地这个不容易的 但是范同学呢 他在申请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呢因为是普高的学生 这个活动背景方面呢相对来说匮乏一些 所以呢写文书的过程当中呢 素材相对来说比较少 所以我们在多次的沟通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挖掘他的这样一个文书素材 然后呢就在他的这样一段小时候学游泳的这一段经历当中 我们就挖出了一些素材 并且呢对这段素材进行了一些延伸和扩充 我们呢一开始是想把他这篇文书呢是写成 他从如何学游泳 从潜水区走到深水区 克服自己内心的障碍 走出自己舒适圈这样一个过程写出来 但是后来呢我们觉得这样的一篇文书呢 可能对于他所申请的专业 包括他本人的一个性格特点不是很相符 所以呢我们就最终又通过讨论 然后把它进一步改成了更加符合他专业需求的这样一个文书 然后主要内容呢把它改成了 如何把游泳和他所想学的专业物理联系起来 然后来讲述游泳和物理当中的水的压力 浮力以及空气动力学之间的联系 最终呢形成了一篇相当不错的一篇文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范同学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在我们给出他建议之后呢 他觉得这个空气动力学啊 这个难度太大了 那么他在高中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 是没有学过这样的知识的 所以呢我们呢也这个给他提供了一些帮助 那么我们就邀请我们观世留学的物理学的博士 然后来给他进行一些空气动力学 和一些其他物理方面的一些指导 不单是让他收获了一篇文书 并且呢也让他学到了关于物理 这个空气动力学当中的很多的知识 我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 就是在我们申请过程当中呢 有些学生呢经常会容易走极端 那么有些学生呢可能觉得GPA特别重要 那活动就没有那么的重要 这个呢主要是比如说普高的学生 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另一种极端的思想呢 就是觉得活动特别重要 那么考试啊GPA啊其实没那么重要 那么我这里给出来的建议就是 我们应该去平衡学术与非学术 这两块内容在我们申请过程当中呢 所占的一个比重 我是平衡学术与非学生的思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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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